我七岁上街演讲,八岁开始写作,十一岁开始创作自己第一篇长篇小说《新魔》,十三岁在大学里听课,十五岁高考,成为游戏工程师,十六岁创立自己的游戏工作室,十七岁的时候年薪已经超过二十万,在北大实验室学习人工智能,十八岁毕业于东北大学计算机专业,在辽宁大连和美国加州成立自己的公司,可以这么说,我黑旗就是一个神货。 这位天才少女,这位天才少女的人生简直像开惯了一半,十七岁的她就已经年轻过二十万,拥有属于自己的工需,像这样一位天才少女为何还要来现场求职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吧! 杜宇齐,女,十九岁,辽宁人,东北大学,自考本科计算机软件专业 大家好 我是杜宇齐,以名黑齐,外号杜公子黑少爷,今年十九岁,是绿衣文化的CEO 我七岁上街演讲,八岁开始写作,十一岁开始创作自己第一篇长篇小说《心魔》 十三岁在大学里听课,十五岁高考,成为游戏工程师,十六岁创立自己的游戏工作室 十七岁的时候年薪已经超过二十万,在北大实验室学习人工智能 十八岁毕业于东北大学计算机专业 在辽宁大连和美国加州成立自己的公司 可以这么说,我黑齐就是一个神话 今天站在这里,是想从事策划或影视方面的工作 来延续我的神话,谢谢大家 你好,你高兴认识你,我黑齐 你这一番介绍下来,是不需要找工作的 你太全才了,谁敢招你啊 你这十九岁短暂的人生,把我一生都过完了一下 你把自我介绍说完,我就感觉我被反复的碾压 没有没有没有 他刚才跑过来说,大哥大哥,你要帮我啊,大哥大哥 我没想到你就是他呀 是,是在下,正是在下 你这么全才啊 正是在下 你刚才说你是哪个公司的CEO来着 绿衣文化 现在还在做吗 是,在做 那你跑过来应聘干 但是公司就我一个人 就是整个公司,这个我们的网站APP 从设计到开发到运营 这公司是注册了的吗 注册了 收益怎么样 现在呢,运营的话还在一个就是种子用户的阶段 我们主要公司的业务就是把一些文学的小说 然后做成就是出版 然后再做成影视 然后整个是一条链子 我希望通过我个人的一些作品来打开这条就是产业 你准备把那公司关了 没有啊 那你怎么到这来面试呢 你的公司还要打理啊 我们这招全职 就是我自我介绍还没有做完 麻烦放下我的PPT 就是我的什么情况之后 我会详细地向大家来介绍 就是现在我公司和我的情况的话 希望在我的个人介绍之后可以吗 与其如果你是来应聘工作的话 就不要老提我公司我公司 与你个人 抱歉,我没有想提 但是这个大哥他一直在问我嘛 然后我就比较 好,老师,你再问我嘛 对,因为我想听听你的经历 我以前也自以为是少年神童 对,说八九岁学计算机 一听你的经历 我瞬间无语了 觉得自己的世界黯淡无光 这样吧 我们按照他自己刚才的诉讼来 先看他的背景资料 看完女孩的自我介绍 她的履历真的非常的丰富 连土雷老师都说 她根本就不需要来应聘 现场的老板哪有敢应聘她的呢 而且在场大多数的企业家 都感慨自愧不如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位女孩到底能不能求职成功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吧 我是丽玉文化的 19岁霸道女总裁 然后我刚才说了 我13岁的时候 在大学里旁听电子技术 然后写作文学方面 包括计算机还有数学等等 所有我喜欢的专业 也听过货阅和物理 反正听得比较杂 然后我15岁的时候高考 当时我还在读初三 然后我通过少年班的方式 报名了高考 然后接下来呢 我那一年 就是在11月份左右的时候 当时我已经是在大一了 然后我就进入了一个公司 然后做游戏工程师 然后是做编程 也做3D建模 和一些美术方面的设计 我学了有5年的手绘 16岁时候创立了工作室 游戏工作室 我17岁的时候 年薪是超过20万的 这个时候我是在北京 做IOS开发 是一个程序员 然后我18岁的时候 就是通过了我本科所有的考试 然后以及毕业达业 然后拿到了我的本科学位 然后紧接着呢 就是我是跆拳道黑带 我还是一个马拉松运动员 我跑过越野赛等等的 哇 是一桌子 我还以为是一个 我就说最有含金量的是这块 就是今年大连国际马拉松 我是今年大连国际马拉松 42公里 全程最小 年纪最小的参赛选手 全部都是马拉松 这几个是马拉松的 还有一个是穿越雪山 就是这个图 海拔当时有一千多米吧 在雪香牡丹江 然后那个坡度 就是拉绳那个可以看到 那是比较平的 它在抖的时候 是大概有七十度 整个人就是雪过腰 大雪过腰 然后拽着绳往上 这个比赛我是拿到了前几名 就是跑的是比较快的 这个画是我自己手绘的 画的是我跟我家猫的一个情景 然后我是一个作家 也是一个编剧 然后我的代表作有 吸魔草青丝化学 这些书都在哪里发表 在我的公众话和网站 如果你们感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 从你所有的经历来看 的确你经历了很多 也跟一般的同龄人 很不一样 你都这么牛了 你获得了这么多的成绩 你完全有自己创业 又或者是被其他的公司猎头 高薪聘请的机会 你跑这来应聘干什么呢 是这样的 我今天听说这边有 就是影视方面的公司 有 有芒果娱乐 然后我想表达的就是 我想做导演 想把我的小说 现在已经变成剧本 想把它导成电影 放到影视屏幕上 而我觉得芒果娱乐 能给我这样的机会 我愿意全职来做这个导演 你要求薪资不低于多少 我要求薪资不低于两万吧 不低于两万 对 对吧 有低于限制吗 在北京 在上海都可以 如果今天应聘成功了 你那个公司准备怎么办 放着呗 就放着不管了是吧 对 你给自己定义是作家 编剧 对吧 然后霸道女总裁 就是说 会不会说这个社会上 太多那种外在的光环 给了你一个 就是给了你一个压力 让你不停地想去证明自己 就是太快地去证明自己 你怎么界定什么是作家 作家不是谁都可以说 我是个作家 作家至少要有作品发表 受到广大的人的认可 你有吗 有 千年孤独 在我的这个文学网站上发表 在你的文学网站 我是说 在有哪些的传统 对 你有没有试过 向一些文学网站去投稿呢 对 我没有 我从来没有投稿 就在你的网站上 有多少阅读量 我看到很少 你有多少个粉丝 都是各为数的阅读量 是 这个是我在14岁的时候写的 我的同学 我的老师 甚至我的校长 都看过我的小说 对我评价非常高 这样 因为这些东西都没法证据 我再问一下 既然你是文学为主打 那你评价一下 百年孤独这本书 好不好 这本书我没有看过 你没有看过 那你能不能评价一本 你看过的文学作品 你举几个例子 我们去看 选一下 想想啊 古文观止中有一篇 叫石鹊建成周遇 这是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篇 古文观止 你写的不是古文 我在微博上看了 你写的是很现代的 这个 是 对 对风格 那现在的文章里边 不管是中国的 还是西方的 你举几本书的例子 我看的书 没有 罗曼勒兰克里斯多夫 你看过吗 没有 也没有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你看过吗 没有 那你说一个作家 你连骑马的作品 包括诺贝尔讲的作品 你都没有看过 是这样 天才少女 给自己的定位 是作家导演的方向 也有印象 找与此相关的职位 但是在场的企业家 却对她的作家身份 提出了质疑 那么女孩 她到底会怎么应对 这一些质疑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吧 这样吧 你来两段 你自己写过的东西 就是在《千年孤独》里边 开头有一段 就是讲男主角的 就是他在深宫里很孤独 就是有一段是 我笑 笑得猖狂而绝望 滴滴的笑声 沉在我的胸膛 我狠狠一副秀 杯子的破碎的声音 在大殿里格外清晰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影子 误转心理 一切都在改变 不变的是我的孤独 这是其中的一段 我先给大家念一段 他的微博上的一段话 咱们通过这里 来了解一下这个人 很失望 说不出来为什么失望 家里书香门第 个个都很传统 希望我找个稳定的工作 嫁个好人 可我不想做这样的人 我想影响这世界 我可以终身不婚 我可以孤独终老 我甚至可以英年早逝 只要我活得 让我自己觉得值得 生如下花之绚烂 下花短暂又怎样 至少绽放过 总比蔫着一辈子要好 我怕你是一个特别自我的人 我怕你变自我的 已经不能和别人一块去相处了 而且你说你想把你自己的作品 拍成电影 因为我们都没看过 所以没法去做这个评论 如果它真的是一部 非常好的作品的话 我们不会去介意 把它放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上 让大家去看 他们还说我是一个特别自我的人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其实不是 我的人非常好 有很多朋友 各行各业 我也是很随和很开朗的人 如果仅仅因为我上场的时候 这些标签 或者是我这种 有点攻击性的介绍 他们就评价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还是欠途 在新媒体这个时代下面 其实你去想做一个作家 就是为什么没有想到 去找一些大的门户网站 或者说一些大的阅读门户 去把自己的作品去发出去 甚至我看了你的微博 即使只有一千份 你在自己微博里边 没有去经营你自己的这个作品 那你说你辞职了出来 去做一个作家 我没觉得你其实是在经营 这么一个你最喜欢的事情 怎么说呢 是这样 我不觉得只有文学作品公开了 才叫作家 只要你写了 写东西能够让人感动 能够让一些就是专业的人士认可 或者是说让一些你想 就是想感动的人感动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个好作品 所以你今天来只面试编剧 导演 是 想拍出不朽的作品 是 你来说一部你喜欢的电影 你说一段影评 你自己的建议 我说说就是最打动我的吧 就是《沉默的高扬》里边有一段 就是讲那个男主角汉尼拔 被关在监狱里 他跟女主角说台词我已经忘了 但大概意思是说他在黑暗里已经待了很久 这里没有鸟叫的声音 没有花香 没有蓝天 什么都没有 然后他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 就神色特别平静 然后但是我却通过这句话 感到了无限的心酸和那种痛苦 就这种感觉 就是这个其实你的这个回答 其实让我感觉到你是一个影视爱好者 但并不是有这方面经验 就是你从电影本身内容 不能够直接的解读他的本身的意义 包括对于你的这种感受 我觉得这个19岁的女生 比同年龄的人的确优秀很多 即便刚才这段说的不专业 我认为就即便从一个观音者的角度上来说 也说的算是不错的 风流不再谈风盛 袖手无言未更长 从你19岁的经历来看 比起很多时下很多女孩子 你可能是个珠穆朗瓦风 但是就是就是我们找不到一个落脚点 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和你走下去 就是人生的长河还很长 你要优秀很好 但是要我觉得要有一颗平常心 好吧 我在第一轮选择之前再问你一遍 这个你的最低薪酬是2万是吧 怎么说呢 如果要是做导演的话 我肯定是要学习技术和技巧 如果是学习的话 我觉得5000给我可以 5000是吧 没有地域限制 在北京或上海 只有这两个地方 其他地方不去 如果是跟组的话就没有了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七盏灯 在场的企业家仅仅只通过现场的交流 就对女孩下了定义 认为女孩活得非常自我 但是女孩并不认可 小编也认为 不能仅仅只通过现场的交流 就给一个人下定义 在节目的最后 还是有七位企业家为他留了灯 小编希望这位天才少女能够应聘成功 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